啊 大家好 看到视频开头一幕 大家的心里是不是很气的 很疑惑 为什么要把一个女孩打得哭天喊地的 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真相 视频中的胖女孩今天进城 来找城里的表哥 表哥在戴她试衣服的时候 小可爱表妹不小心把衣服给弄破了 这一家的店员 本来就看见小可爱穷 冷言冷语地对待他们 这下小可爱把衣服给弄坏了 店员这下忍不了了 一件小小的衣服 竟然让小可爱他们赔五千 表哥气不过 他们狗眼看人低的样子 当然不服他们 这就有了视频开头一幕 堂堂董事长表哥 是怎么受人欺负的 又是怎样复仇的 我们一起来看 精彩继续 这件衣服 你赔吧 什么 五千 五千 这上面也没有价格 这是谁给你们订的价 我们经理订的 赔过去 就别来这里消费 一个核花石市场 都是以这种服务态度 服务顾客的吗 表弟 要不我们把车 还给他吧 再回头 我再还给你 表姐 你先别管 我看我们今天是遇到黑店了 怎么 想办了 还不想赔呀 赔不起就算了 还说我们这是黑店 你这个死胖子 都是因为你 你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这些衣服 你穿得起吗 穿得凉吗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你怎么说话的 说话最好过一点分寸 不然 我要你好看 你敢推我 推你怎么了 推你是看得起你 这个店员 真是太嚣张了 表哥很是气愤 嚣张店员既然嘲笑表哥 他们是香巴老 这时又来了一个店员 他们都是一样 用鼻子孔看人 香巴老 把衣服穿破了 我靠 香巴老 你还真把你们当顾客了呀 你们两个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们什么德行 把老子衣服都穿错了 要去把你们纪理叫过来 你们这种人 出没有我说话 经理是吧 你给我等着 我今天还不相信了 谁找经理呢 就你们是吧 对 你就是这里的经理 你们这里的服务员 服务态度太差了 我们刚刚试了一件衣服 顾小姐都破了 她叫我们赔五千 什么 五千 是哪件衣服 就是这件衣服 那可不好意思 这件衣服 在我们这儿 要六千 刚才五千 把经理叫来了 又变成了六千 要我说 你们也别开服装店了 直接去抢银行算了 那个比较符合 你们的身份 你们的气质 表妹看不过去 说了两句 没想到 得到的是更大的羞辱 保险还价 穿的货怎么 你们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你还给我来劲了是吧 现在这个社会 像你们这种没钱没事的家伙 就他们该这种大狱 没钱没事怎么啦 就该被你们欺负啊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给我六千块钱 要么 给我扫一件 一模一样的衣服过来 衣服是吧 行 我现在就回去 拿钱 给你买一件 一模一样的衣服过来 怎么 有东西 弄坏了我们的衣服 海上堂落了 我没有 你们这些仗势欺人的东西 恐怕让赔衣服 是小事 最主要的是小额钱吧 你们服装店 开了那么多年 还不知道到底 坑骗了多少老板鞋 表妹 要去给你们买一件 阻止不让表妹走 这明显就是没事找事啊 还嫌弃表妹 把她衣服 都染臭了 你看看她穿的这个衣服 画得像条狗一样 一身猪肉 包都包不住 还好意思 跑到我们这里来买衣服 你 你什么你 你什么 你早上吃的狗屎吧 说这么臭 一模一样的是吧 行 我这就去买 哎 表姐 怎么了 五花都好了 你也想跑啊 自己的装手 你们这里欺负人了 像你们这种相伴了 就活该被老子欺负 行 你要衣服是吧 你给我等着 这个东西 喂 李秘书 我发着图片给你 你给我找件一模一样的衣服过来 行呐 你他妈给老子装什么装 一个农村出来的还秘书 你知道秘书是干什么的吗 农村人怎么了 怎么感觉 话里话外的 都瞧不起农村人啊 没有农村人 你吃什么 喝什么 一口一个农村人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 没想到 接下来 经历更是嚣张 直接动手 怎么了 我劝你们 不要太嚣张 嚣张吗 我觉得 我一点都不嚣张啊 这是您要的衣服 已经带过来了 哟 还给我演上戏了 您要的衣服 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 你可仔细看清楚了 这衣服是拿过来了 那不是我想要的 你简直无理取呢 这件衣服 明明和你店里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店的衣服 那都是纯手工制造 你这件衣服 有这个味道 你不是个地摊货 在我的地方 我说了算 你的这个嗅觉 就像狗一样灵敏 闻闻都能知道不值钱 是地摊货 是真厉害 一般人都做不到 也就你能做得到 这时 表妹拿着衣服跑来了 不用说 表妹的这个衣服更不行 等来的是更多的羞辱 表弟 衣服我买回来了 你看一模一样的 你看一模一样的 表姐你回来了 表弟你看 这是我在旁边的超市买的 才200块钱 我说香巴朗 你是不是傻呀 你干嘛 你这件衣服和我们店的 那一样吗 你怎么说话的 臭梁吧 我怎么说话 还能不能道理来教我 你你说 没有必要跟任何人废话 去 叫他去把他们老板跟我叫过来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还想见我们老板 叫你去你就去 我说臭梁啊 你他妈还敢动手 动了你 你又能怎么样 在我的地方 你他妈还敢这么嚣张 你他妈再动我一下试试 发气动你怎么了 不是你非常动的吗 动了 咦 你又不高兴了 真是难伺候 嚣张经理快要气炸了 竟然被一个女子打了 真是丢人 你妈还要用手 我玩了 玩了知道吗 董事长 需不需要我联系啊 保安部的兄弟们 心里热急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干服务行业的 我今天都要看看 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 董事长 何花石的老板娘我认识 是个很不错的人 为人很低调 哦 是吗 那你是以什么什么法来认识 我还不相信 能培养出这样员工的老板 他人能低调到哪里去 李秘书 你先回避一下 我还想见识见识 好的董事长 那我就先回避一下 看看这个老板娘 嚣张的样子 和她的员工 是一样样的 面目猙獰 口吐惊花 乱说一切 颠倒黑白 随着老板娘的出现 表哥这边 免不了要受点苦 这就是李秘书 我的员工 他能不能让你来听吗 你的员工 我没有兴趣的评判 我就想问问你 这一件衣服 叫我们赔六千 你觉得合理吗 五千 我找的黑合理啊 合理 合理什么呀 这一件衣服 在外面多少钱一件 难道你心里面没数吗 多少钱一件 我没得给你清楚 那你还要我们六千块钱一件 你这个小杂种 什么好我们咱们说话的 我咱们等你很久了 咱们的狗生 你们两条顾客 我跟你说 东西会乱说 还不能乱说 你真的是可以啊 身为一个服务行业的老板 你是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 顾客是部分三六九等的吗 老板娘是不服表哥说的话 因为在她的认知 她说的话就是对的 有钱人是她的顾客 像表哥这样的人 她都不放在眼 还嘲笑 表妹穿的眉不如她家的一条狗 就穿着名牌 就你们那人 Mitt 为什么 我们虽然穿的不是 但你不能汙辱我的人格 你平时做人做事 看你这事 我看我的衣服了 你想这样我衣服多少钱 你这本事都买不起 虽然你们身穿名牌 但是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这两头 良心的你几个钱 你有良心 看他这些心态 连剑衣服都黑不起 如果把我衣服 我依然不要良心 自然去 行 既然你如此做事 那我们就不用贪了 林秘书 你出来吧 来看看你所做的这个低调的人 嚣张老板娘 也没打算和表哥 他们谈 表哥把秘书叫了出来 他要让秘书好好看 他口中为人 很好的老板娘 但是老板娘 也只是寒暄了几句 根本不把秘书放在眼里 都怪我 这是个女孩们 你怎么在这里 别这么讲 谁是你妈 让开 你他妈怎么说话的啊 姐 就是这个青年们打着我 我现在你还中了 你们 好歹我们人姓茶 你怎么高手吧 是不是我们的脸色 我说老板呀 我现在能不能这样在这 跟你好好说话 你算很连一遍 董事长 您看 这怎么处理 妈妈 还像这个小白色头啊 还给你拦着呢 到底是老手啊 说的话都是那么的不正经 秘书警告他 不会说话 就给他闭嘴 老板娘当然不服了 我提醒你 你再来口了我 合花时的老板娘 你刚刚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下 你觉得 我们谁过分 你个臭梁吧 要是什么当时 行 董事长 钱钱都不用赔了 拿来给小杀子 我再给我打开钱 你应该在四个损了 你就把你当个人物了 董事长 我再给小杀子 挡到我们俩里家屋去 你死对了 你给我闭嘴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大水冲了龙王庙 哈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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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啥 都是啥 你可不可以去 我不管他是谁 是红类 我说我们给你免责 马上给你小杀子 多少道歉 道歉 你觉得可能吗 真是口气比狡气都大 陪你道歉 你还知道你的身份吗 一个小小的老板娘 还妄想着堂堂董事长 给你道歉 而且还是你的错 你的思维逻辑还真是特效 在你的店里面 欺负着你的顾客 你们引以为傲是吧 这就是我的道歉的方式 今天你是想守护的是不是 我每一把这给你记住 今天给你端上 没得说的话 走不出去 我还不走了 哈 出去给我看来就在 给你端上把他打着砍 你给我看 你端上不开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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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姐 你们 给我看这 你们还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啊 今天谁都不能走 还让手下去叫人 把门堵上 真是应论秘书的那句话 要钱不要命了 表哥很是生气 不就是要钱吗 今天他要把这家店砸了 吩咐秘书 通知拿钱 再把安保部门的兄弟喊来 马上去给我准备两百万现金 今天 我要杀了 听见你 安保部门 紧紧紧好 紧紧紧好 我们 Ajax claire 这边安保部门的兄弟已经集合完毕 马上就出发去营救董事长 就是速度确实有点慢 导致后来董事长受了很多的委屈 时间都过去了那么久了 你还在哪 你怎一分呢 这时间不要签呢 你分什么话 快给我等着就行 把门给我收好了 老虎不发威 你的脑子是冰猫 你以为老子不敢动你吗 动我们 可以试试 对了 你们不是两只饼猫 是两只死狗 死狗 说话全靠吼 如果眼神能杀死对方的话 早就杀死一百遍了 太磨叽了 少吼两句 直接上得了 窝窝窝窝 人我已经带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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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老子 我的老子你很久了 干嘛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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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下死手啊 这群嚣张人 谁都敢打 这一拳 直接把表妹 打晕了过去 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 还有更狠的 秘书更是遭殃 他们是不是只会欺负 我们接着来看 别动机 谁动 放开 别动机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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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点 放开 你给我放开 放开 表哥的人终于到了 你们这些人就等个后悔吧 而房间里面传来秘书 撕心裂肺的嘶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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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说 别说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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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去 给我走 你给我去 我给我起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这个手下第一时间不去看看董事长 而是去看的秘书 可能感觉秘书受的屈辱比董事长的大吧 毕竟董事长就被人按在那里 不像秘书打得那么狠 还有个秘书 姐 姐 你上台湾 你们哪冒出来的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现在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嚣张啊 再接着嚣张啊 不能看见表哥这里来了几个人 你就不嚣张了呀 要把你这个嚣张气焰保持到最后啊 原来也是个气软趴硬的东西 你们想干嘛什么意思 你说来呀不走 你叫我来呀不走 不要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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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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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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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哦 我 今天這份鬼 真的是聖仙下關了 今天把你奔下去 你那個好嘴好嘞 吃鬼 什麼 紅碗天 紅大老闆 哎 不是 太可笑了 你這戲演夠了吧 演給誰看呢 我 你什麼你 我看你是小孩揍 這不 馬上就實現你的願望 你要的錢 我已經給你帶過來了 無非 真的是無非 打開 你看這錢是夠還是不夠 夠了 夠了 賠你的衣服夠了吧 哎 死死死 夠了 夠了 這錢 只是給你看一下 啊 那這衣服的事情 就算是完了是吧 哎 對對對 那咱們來算一算 你打了我 打了我表姐 這幾巴掌的事 老闆娘一提要給她算賬 瞬間推卵啊 連連求饒 但以為十一晚 這一家店非達不可 你管了我嗎 哼 小本生意 你店裡面的服務員 一個個牛的要上天了 在新闊市怎麼也不小店啊 不知道 一個個目中無人 滿嘴出口 你打了我表姐 耽誤我的時間 今天還給了我幾巴掌 這些事情 我一定要送給我回來 把他這家店 給我砸 好多事 不要 不要 動手 我要找 他要找 就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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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不要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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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得这个电貌寺有点敷衍 但是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今天表哥董事长 教他们如何做人 表姐今天没吓到你吗 没吓表弟 其实这件事情 我在镇上经常遇到 只是每次都是坏人得成 凡事都讲一个理字 如果今天我不好教育他们一下 他们就会以同样的手段欺负下一位 表弟你今天做的对 李秘书 马上安排下去 给我表姐在公司安排一份工作 好的董事长 表弟我没读过什么书 文化程度也不高 也干不了什么 你就给我安排一个最基层的工作 在我能力犯我之类的事情 我做起来踏实 行 表姐 既然你有你的想法 我尊重你的意思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山更比一山高 切莫狗眼看人低 这样的结局 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 我做个声明 所有故事 纯属虚构 独有雷同 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